一个方法就可以无限次免费使用 ChatGPT 4.0 前几天我在研究这个Gmail变体生成器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秘密 它居然可以摆脱限额 免费出网用 又是没有出电的一期 我们马上开测 哪个人不知道 其实Gmail有一个超神的功能 叫做email alias 它的原理就是 在你的Gmail名称中加上一个点 ChatGPT就会以为你是新的账号 但Gmail完全不在意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在你的Gmail名称的任意一个字母 或者数字后面加上一个点 关键是所有验证码 通通发送到你的原始邮箱 报道可以在右上角看到我的邮箱 现在我们退出这个账号重新注册 随便在邮箱地址上加一个点 然后写上密码 就会来到输入验证码的页面 当我回到Gmail的时候 验证码就真来了 回到ChatGPT 填上验证码 名字以及生日 咱们又可以愉快地玩耍了 赶紧用它来测试一下 让它画张图试试看 完全没问题 咱们来看看右上角的邮箱地址 已经是新的邮箱地址了 但接收邮件的地址仍然是原始地址 这个小技巧 叶界叫做点真流派账号流 我编导 其实你也可以任意在邮箱名称加上符号 效果也是一样的 不过有些AI工具平台可能不支持 建议大家还是从一个点开始用起 这还总结个屁呀 万一哪天被封了呢 宝子们赶紧去尝试吧 好了 今天的免费ChangePT无限开挂数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招够猛 帮我点个赞 留言开挂成功 想学更多这种 AI神招网络黑科技 记得追踪加开启小铃铛 下支影片我在教你 怎么用这招做出一个 全自动 AI写稿机器人 我们下次见 拜啦 這裡 we go cause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